弟兄姐妹平安 我要奉主的名 先来祝福我的弟兄姐妹 你今天出门 主为你开启得获彩的机会 让你谈Case都非常的顺利 也让你的工作顺心愉快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路加福音19章45到46节 耶稣进了店 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经上说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 你们到使他成为贼窝了 我们再来读一遍 耶稣进了店 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经上说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 你们到使他成为贼窝了 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耶稣用非常强硬的态度 来面对在圣殿做买卖与交易的人 并再次重申 圣殿是祷告与敬拜神的地方 不是买卖交易的地方 我人生中有一段经历 当我接触到传直销这个产业 也渴望从这个产业赚钱 取代回学校成为老师 当我有这个目标 我就非常的努力 正所谓逢人就讲的概念 在当时我曾经梦养一位姐妹 她觉得我变了 她非常不好受 她觉得我失去了服侍主的焦点 转而期待从人的身上得到业绩 我的确也觉得自己既明师又彷徨 来到教会也会期待能得着业绩等 转转从驱转的位置 转成为小组的弟兄姐妹 但我心里仍然一头热 直到我看到一本书 是美妈妈写的一本书 我被美妈妈爱教会 顺服牧者的心感动不已 后来因为一些因素 我们就来到了士林桃园福音中心 就是恩宠林良堂的开始的名字 我跟自己立定心志 来到教会就要专心的寻求主 爱主与侍奉 避免在教会跟弟兄姐妹谈这些事 在牧养上 也就能专心好好的爱姐妹们 不带任何的期待 即便如此 主恩满意 上帝要祝福人的方式多而巧妙 爱主的人真的是一点好处都不缺 来到神的家 就可以专注地敬拜神 是何等的美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当我们非常需要业绩的时候 不用担心把时间花来教会主日 会损失赚钱的时间与机会 也不用担心花很多时间在教会 认识的都是弟兄姐妹 不跟他们说 跟谁说呢 求主帮助我们来到教会 就是我们可以好好专心地来敬拜神 灵命成长的地方 让弟兄姐妹相信 我们这个人被主更新调整后 信心也会跟着提升 我们无论去到哪里 做什么职业 当我们需要业绩 需要得着工作的能力的时候 神也会提升我们挫折忍受度 上帝都会赏赐给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